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少在现在的一些文字材料当中能见得到 那么这部电影上映之后也引起了舆论的广泛热议 那么大家议论比较集中的就是 这部片子说的1942年那个大计划 到底有没有那么严重 是电影反映的状况是完完全全真实的 还是经过了艺术加工的 还是没有达到那种严重的状况的 所以更多人在探究1942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如果你要从经过记载的数字来看 三千万人受灾 饿死了三百多万人 从这数字来看 1942年河南大计划 那比那唐山大地震的 那个危害都大 震撼都大 那么首先咱们就得探讨 像这样的大灾难 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那么这个1942这个电影呢 似乎给我们定了一个基调 就说这个事情是天灾引起的 可是呢 我们俩当时救灾不利 腐败无能 所以人祸的成分也很大 但是这个电影的表现的力度 更多集中在人祸上 而不是天灾上 因为人祸 更加能制造戏剧冲突 也就是说我们看这电影里边 人与人之间这种斗 这是大家看的焦点 所以呢 1942的重点在表现人祸 有的时候天灾的就一笔带过 那是不是这情况 其实我们说 1942年大饥荒 有人祸的成分 但主要是天灾 因为从1941年夏天开始 河南大地就不下去 一直到1942年5月份的时候 一场雨都没有 你琢磨琢磨这不下雨能受了吗 当时河南汗的就不得了 而且在这个时候 我们说乌漏偏风连夜雨 不光是汗灾 还起了蝗虫呢 那蝗虫所到之处 叉叉叉把你绿色的东西全吃没 到42年5月份 河南树上都见不着绿叶的 你想象这粮食就收成 可想而知 但老百姓饿的 什么都吃了 什么枣糊面呢 什么树皮啊 树根啊 那这树叶 反正只要能进嘴东西就都吃了 所以当时最主要的原因是天灾 而这个在这电影里边呢 由于电影要表现 人有人的冲突 就显现的这个力度不够 一笔再过 那么在这一场天灾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自然带来这个灾害 一开始老百姓 承受了这种灾难 没吃没喝了 接下来就是 有的人说那可不吗 当时打仗啊 那不是跟日本鬼打仗吗 怎么更加重这个吗 其实呢 不是最完善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 你想想1937年开始 抗战争打了八年 怎么独独1942年 这灾这么大的 也就是说天灾 是最主要的直接原因 那么人祸体现在哪呢 我们刚才说打仗 你想河南当时 打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抗日战争 1942年是个转折点 就是由毛主席说的啊 被动防御阶段 转入到相吃阶段 这个时期 那个时候日本也没那个精神头了 三个月就灭亡中国 也没有那野心了 也没那实力 而当时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呢 被这个日本鬼子打得比较狼狈 但是呢 也不是完完全全的 就没有还手之力 所以这时候1942年 抗日战场上进入了相吃阶段 进入相吃阶段 当时河南的三分之一 被日本人控制 欲中欲西一带呢 是国民党控制 所以要在这片战场上打仗 正面交锋 那么这一交锋就出现问题了 打仗其实打的就是钱 后勤补给跟不上就完 你得筹策军粮 这不是1942年 大家看到蒋乃文那部队 一个字就叫河南省副主席李培基 你给我筹策三千万弹军粮 那种大赛之年 上哪筹策军粮 这不雪上加霜了 所以这人祸是从这个开始的 那么接下来蒋介石一看呢 这么多灾民 三千万灾民 我这要再打仗 你打仗不能不顾老百姓死活吧 你得管他 所以蒋介石当时想卸包袱 我干脆不打仗 我撤出这块来 我也不用弄军粮了 这一弄军粮灾民更严重 所以蒋介石把部队命令蒋顶文 撤出河南 日本人也不少 一看我要打过来 这地方我站上 灾民我管不管 那个时候你不要以为说日本鬼子 就完完全全凶残至极 那个国际人道主义协会始终盯着呢 你打仗打到这儿来 如果你攻这儿来 这么多灾民 那国际舆论就会说你日本发动战争 造成了灾民这么多 所以日本人一看也不傻 也不愿承担这国际舆论压力 另外一个是他打过这儿来 即使把地方占了这么多灾民 那对他的秩序是很大的冲击 所以日本人行 你国民党部队撤了 我也不打河南 我也停止进攻的脚步 所以这时候河南事实成了三不管 谁不管了 国民政府要放弃这块 所以灾民一看 救济一点指望没有了 大量的逃荒离开家园 被陕西那边逃去 所以就是这个事情我不看 如果假如说从我个人观点来看 五分之三天灾 五分之二人祸 有六成是天灾 四成是人祸 但总之这些灾民是倒了煤 那么这1942呢 把这种人祸刻画出来之一 更主要的是刻画 在天灾人祸过程当中 这个人性的问题 你看里边张国立演的老东西 那是有原型的 因为刘振云写《温故1942》 这个小说呢 写的就是他母亲的来历 他母亲就是结尾时候 那个张国立领的小女孩 这个张国立原型叫郭有运 不是什么地主东西 离开老家的时候呢 有儿有女 逃荒 但回来的时候呢 亲生儿女都没了 家里的认识都失了 生下的认识 阿弟不认识了 宁儿 你交了一生意 咱俩就算认识了 一年 而这个电影里边这老东西呢 你很难在人性上给他定善与恶 你看他呢 开始呢 灾民向他要救几粮 他甚至想偷偷报官 熟识这帮灾民 可是呢 在逃荒路上呢 谁家有事呢 他出于这个同情 还真拿出点粮食 就这个人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普通人 你很难简单的用善与恶来定型 所以他在桃花过程当中 体现出了人性复杂矛盾的一面 这是1942 着重要刻画的 而不是说他非要去碰 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的一些敏感点 他不是那个 别对不住你啊 这毛衣带来一路了 这带给你 给你杀了 爹 我也要喝毛汤 因为我们养宠物说实在 除了有些变态的以外 大多数都把宠物当成自己亲人 你说得逼到什么份上 能杀掉这宠物 而且还要喝这毛汤 所以这一块是饥饿 把人原始的一些欲望都激发出来 这时候人性的矛盾和复杂 刻画的非常鲜明 但是呢 人如果没到了最后底下被突破的时候 他这基本属于人性层面的东西还会保留 一旁对美丑 对羞耻这些东西的判断 你看这里边那个长弓赶车那拴柱 张默也那个 借着这机会也跟老东就说 你把这猩猩嫁给我 看着他了 老东就被收买 他也答应了 在饿得不行的时候呢 这拴柱呢 手里有两块饼干 他就想用这两块饼干 也有这猩猩 能够占有猩猩的身体 我没想到这时候呢 先生还是残存着一丝美丑的概念 觉得这样不行 毅然把他拒绝了 所以这一块你看出 就是在最后这个人性矛盾激发出来的时候 他还基本能保持一些美丑观念 可是到了后来 发现救急也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 马上面临死亡绝望的时候 星星也管不了那么多 跟着那些人犯走 宁可到积苑当妓女 也得活下来 所以这是我们以往一点 经常说人性的尊严 为了人性什么 为了尊严 命可以不要什么 你真到那程度你会发现 人生存的本能是第一位 赵船在歌里唱 叫生命的尊严和生存的压力 哪个都重要 其实肯定是尊严 最后败给生存的压力 当然有一些人了不起 他可以突破这个 但绝大多数人一定会做出这种类似的选择 所以你看这里边 他就是刻画在巨大压力之下 人性的矛盾 但是他并没有抛弃人这两个字 你看即使苦到那种程度 后来栓柱和花枝这两个人 对那俩孩子依然是那么好 不离不弃的 他没有到那种连儿女的爱都不顾的程度 就他保存了人性的一个底线 这是冯小刚在里边着力刻画的 那么当然刻画人性的同时 他需要有一些东西做助推器 这助推器是什么呢 就是环境不断的恶化 这个环境不断恶化是靠什么推进的呢 是靠当时国民政府的赈灾不利的来推进 那么那个时候历史上真实的赈灾情况 到底是什么样 当时电影里都描述了 美国记者白秀德来到了这个灾区 当时拍了很多震撼人的照片 包括狗吃死人的照片 他拿过来给蒋介石看 蒋介石当时特别震惊 腿就抖一下 他抖的什么 蒋介石不是不知道这个灾情 只是他没想到这个美国记者 了解灾情这么深 他瞒都瞒不住 因为那个时候 作为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 面临抗战的压力 在他们眼里看 有很多更重要的事要做 河南这个灾情 他们也知道 他们也想震灾 但是对于那种情况下 他们有大有小 有取有舍 你看这个电影一开始 那段旁白 就是1942年发生了很多事 有宋清理 宋美龄访美 有甘地绝食 有斯大林格勒大战 有丘吉尔感冒 他这些话不是白说的 他的意思是 在当时国民政府眼里看 这些事都比河南灾品重要 所以当时蒋介石是本能的 把这种消息要封锁 但是一看美国记者采访这么深入 他直到完了 封锁不住了 所以这里头呢 并没有完完全全的去丑化国民党政府 他把国民党政府面临那种环境下 这些困境写出来 北京 河南到底死了多少人 政府统计 1062人 实际呢 大约 三百万事 你看当时拨八千万弹粮食 结果那个蒋乃文那部军队呢 还要要三千万弹粮食 一方面为了军饷 再一个有人想发国难财 要倒这笔粮食 所以这时候国民政府一边是 蒋介石呢 要顾全颜面 要顾全大局 另外一方面还要展现自己爱民如子 而确确实实 像国民党河南政府主席李贝基 李雪剑演的角色 也确实是个正面角色 很努力很认真的想震灾 所以这些呢 电影里边呢 并没有刻意去丑化 我认为这还是比较客观 可是实际上呢 震灾的效果太有限了 粮食发到灾民手里啊 平均美额连一斤都不到 也就一顿饭的饭量就没了 杯水车薪 而且发救济款的时候 这是历史资料记载的 这救济款发下来很多地方 还要把老百姓欠的税款给扣回来 你说这时候的 哎呀 这就没法说了 而且发救济款的都是100块100块的法币 拿这个买粮食呢 哎 人粮占不收 粮占干嘛 我只收5块10块小麦额的 不收这大麦额的 没办法 老百姓得拿这个到国民党的银行去兑 兑小麦额的 可是银行十字大开口 要对这个收收益费17% 17% 你听听 哪有这么高收益费 结果这救济款又被国民党中安银行 收回了百分之 大概都有20%左右吧 五分之一左右 又让他给收回去了 你就说说 就当时这些环境造成的 老百姓的救济一点点就被层层给判剥了 被腐败的各级国民党政府给判剥了 所以当时震灾的实际情况 就是这么严酷 很多灾民才绝望 在那个时候电影里边有很有意思的一幕 说有人还发明救荒丸子了 吃一天不饿 这有点事 这个是坚毅救荒丸 吃一颗 一天不饿 这个是畅销救荒丸 吃一颗 七天不饿 那个时候河南民国日报上登载 有个财政客员叫刘道基 发明了救荒丸子 说配方复杂的吃一颗 就这么大一个丸子 吃一颗七天不饿 简单的吃一颗 也能一天不饿 当时还真有人做了实验了 结果发现根本不行 吃一颗是不饿了 还撑得慌 可是吃完了之后 变密 肚子鼓子跟气球似的 几天都下不去 比饿还难受 所以这不是电影编 当时就存在了这样的状况 这是这事 当然1942这部电影 他也回避了一些事 没提 他回避这事 我倒觉得 对电影来说 更加有表现力 那出于各种各样原因 冯小刚没提这些事 你像当时河南发生这么大灾谎 宋美龄不是访美吗 宋美龄访美 本来是筹措抗日军飞 同时还接了个任务 他去救灾 筹击善款 有时候给河南救灾 不是 滑稽就滑稽到这 给印度救灾 因为那时候印度也闹了饥荒 宋美龄还接印度救急委员会主任 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笑话呢 当时戏剧不差 没有人告诉宋美龄 河南发生这么大饥荒 所以弄出个大笑话 宋美龄在这给印度筹款 救灾 结果当时时代周刊 以宋美龄为封面 里边却有一篇白修德写的 河南地区发生这么大灾祸 发生了狗吃人 甚至人吃人的事 你说这多大讽刺一件事 但这个事 我倒觉得各自电影里表现 应该更有力 但不知什么原因 电影里面表现 再第二个更震撼的 就是有关人吃人的事 河南大地当年 确实发生了人吃人的事 但是电影不方便表现 有点太过血腥 太过消极 其实真相永远比我们看到的残酷的多 刘振云在温古1942小说里面 就写了人吃人这段 他写到 有那么两个同乡 一起出一桃黄 有一人饿的已经不行了 就昏过去了 那人一看他昏过去 从兜里掏出刀 就搁他腿上的肉吃 结果这儿疼醒了 说你为什么吃我 反正你也要饿死 你就让我吃了吗 这儿点了头 也是啊 一闭眼睛 真死我 非常震撼 在中国历史上 历次灾谎当中 几乎都发生过人吃人的事 但是这个电影里 要表现 就有点太过残酷 可能对我们的视觉上 是一种虐待 所以冯导呢 也没有在这里体现 当然刚才我说这个 在刘振云的小说里 都有表现 而且我相信他当年 一定是真实发生 开始 我们看到的电影呢 它经过好多道逛抢 真正体现在我们面前呢 未必是原著武写的东西 也未必是导演 百分之百想真实表达的 可能他有很多细节 已经淹没在更多的史料当中 无从可考 所以我建议 如果您看了1942之后 感觉到震撼 希望能够从电影背后 挖掘出更多的真相 来了解残酷 而又血淋淋的历史 我建议你 首先看看刘振云 温孤1942的原著 然后再找一下历史史料 这样您可能会得到 1942年大饥荒的 大赤的真相 而不至于被眼前的一些景象 所迷惑 所以我希望电影艺术 给我们带来的 除了视觉上的震撼和思考之外 更应该促使我们 对历史真相的这种丘质欲望 能够让我们呢 在纷繁无杂的史料当中 真正找出令我们震撼的东西 进而呢 对历史拥有 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思考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 老梁说电影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